世纪法司提了三个问题 我想这三个问题 有一些同修大概也不是成为问题 但是也得要说说 他第一个问题说 世尊在三七日中讲了一部《华严经》 三七二十一天时间很短 《华严经》那么长 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它讲完 《华严经》这场你没见过 应当听说过 这个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到大本《华严经》 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绩 一似天下未成品 那这二十一天怎么能讲得完 第二个问题是佛在一日一夜当中 就是佛在涅槃的前一天 一天一夜讲《大涅槃经》 《大涅槃经》有四十句 在中国有三中一本 最多的是四十句 三十六句的本子 这么长的经 怎么可能在一天一夜讲完 第三个问题是 世尊讲《华华经》讲八年 《华华经》这个七句 那么少 怎么讲八年 这是一般初学的同学 我想都有这个问题 其实他不晓得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 是个抽象的概念 所以华言里面讲的念皆圆容 西方世界虽然是有十万一佛构图 有这么远的距离 真正往生的人 我们在《网生传》里面看到 有人问他 你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吗 见到了 西方世界就在我家唐无啊 这就说明 时空是一不少 可以把无量节浓缩成一刹那 可以将一刹那展开为无量节 这个道理在此地 这个道理在此地 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他问的什么 这是智者大死 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是无品位 是相当于哪一种国位 无品位 无品位 是很低的国位 是凡圣同学徒 这是智者大死的实性 这个我们在传记里面 我们在传记里面也有记载的智者大死 是释述 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 映画再来的 所以人称他为小释迦 这个都是古佛大菩萨们在我们世间实现的 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 大师在走的时候也曾经说过 如果他要不领重 专心来修学 他的品位会很高 因为领重要管事 不能够专心 只能得无品位往生 这个话里面含义很深 领重 视为大众服务 不是 这个这个 争取一个很高的地位 觉得自己很光荣很荣耀的 那就错了 那他就不能往生 他反而要堕落 所以 寺院里面担任执事 那是真正的菩萨 学习为人 真正修行的是轻重 在寺院里面什么事情 什么执事都没有 轻重是在真修 就好像学校里面做学生一样 他真正在学习 那么学校里面 教员 这个职工 都是为学生服务的 他们自己不能用全部的精神来学习 这是表演一个榜样给后人看 所以佛物是修福 是修福 佛物当中能够不着相 能够三能提空 那就是佛会与双修 但是自己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 就是决定得身进度 平位低一点 没关系 决定得身 如果为大众佛物 大众都往生了 自己不能往生 那就错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维持最低的一个水平 就是决定得身 那么智哲大师就是表演这些给我们看 让我们知道自己真正有把握往生 我们可以为大众佛物 这个是大慈悲心的展现 华言是很长的一步行 那么华言经有没有说完呢 没有 经上给我们讲的 臣说差数 无见数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华言经在哪里呢 华言经就是我们整个法界 整个法界所显示的就是大方光佛华言 所以佛社这部经自始至终 都用表伐的方式来说去 希望我们通过表伐 体会到佛说法的真实意 懂得表伐了 我们眼前六成都说法 我们才真正发现 祝佛如来 诸大菩萨通通通在说 华言经 永无间断 这是说明 为什么佛要用表伐的方式来说 道理就在此 用表伐的方式来说是胡说 如果用言语来说 那是四字说 说了之后 就再提会不得了 就再提会不得了 所以用表伐 让你六根 借促境界 全是大方光 全是佛华言 这个才是佛讲经说法 善巧达到究竟圆满之处 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到 那得的受用就大了 而不是舍一部华言 就懂一部华言 舍一部华言 舍方三世 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所舍之法 你全部都通达了 那彻底赢了 这个就是中文里面所讲的明信见信 中文里面明信见信 并不圆满 性格的行路不圆满 所以在五教里面 它属于顿教 华言是大圆满 圆里面必定包含顿 顿不能包含圆 所以孝师宗的圆满 年人天六道之法 都在圆教寒舍之上 所以圆教是真正的大圆满 在圆满 过去 宏仪大师在世的时候 有人向他请教 佛法要从什么地方修去 他给人家讲解 这些都是介绍华言 你要真正想学佛 应当从华言下手 他特别提倡 研究华言 应当从清凉苏超俄本 学了华言之后 以后再学任何宗派 发门经文 都会得四半功倍之效 他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说法是真实说 所以佛法的修学特别是大臣 修学大臣 当然有一点基础 那么在中国 虽没有小臣的基础 过去都是度过如数的 读过 道家说的 这个道家不是道教 道家跟道教有区别 所以由如道学的基础 在其进入大臣佛法 不会有困难 开头从华言学也不会有困难 但是没有这个基础啊 那要开始学华言会有困难 他的疑问呢 会很多很多 缘因是华言所讲的 是佛谷地上的境界 这个里面都是真实说 全说也是真实说 俗地也归到真地 那么与我们凡夫 这个常识 相悲 因此就很难接受 很难相信 很难理解 但是如果真地是由儒家 道家的基础呢 那就不会感觉到困难 儒家 儒家道家的思想 跟大臣佛法很接近 儒家多分说在有边 道家呢 多分说在空边 所以对于空跟有的这个观念 有一些基础啊 那么进入华言 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 就不会再产生 其实你问的这些问题 我们在这几天 通通都讲过 那么虽然听了 听了没有消化了 听了之后真正能消化了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这就不成为问题了 那么从今天起 我们的学习分作两个部门 学华言的 专门在大剑上下功夫 不是学华言的 我希望你们在内典讲座之研究 这个过程上下功夫 华言班的你们利用八楼的教室 那天讲座这个班呢 昨天跟阿伯讲过了 利用我们二楼的会客室 二楼会客室 你们在那边要练讲 你们在那边要练讲 练讲的方式 还是用抽签的办法 还是用按顺序来排定 由你们自己去决定 希望把这个内典讲座 希望把这个内典讲座跟这个 试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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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词词 要很认真地去修习 修习过 这个将来 你们回去之后 会很有用处 现在在世界 许许多多地方 这个佛学院很多 佛学院里面 确实要这个过程 所以佛学院 念了三年四年 毕业出来了 不能上台讲演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 在佛学院里面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佛法 大家现在都想的是私道 我们出家人 这个身份 就是老师 人家称名为法师 老师的身份 老师哪有不上课的道理呢 哪有不教学的个老师呢 我们的教育 就是 类似 世法里面的 私范教育 你看世间私范学校 最重要的课程 教育心理学 教学法 这两样东西 非学不可 主要的课程呢 那我们今天的佛学院 比如说 培养讲经 弘法的法师 心理学 不能不讲 你不懂得众生的心理 你就不会关机 你说法不其极 讲演书 讲演书跟内典 讲座之研究是教学法 你不懂方法 虽然 你有学问 你有知识 你不会表达 表达不出来 所以这年门功课 就非常重要了 那么佛家的心理学是什么呢 给读者法相为实 法相为实 是我们佛教的心理学 比世间 这些大学里面 那个心理学的教材 内容丰富 太多太多了 我过去曾经做过比较 这些东西 我在年轻的时候 都很有兴趣 我读过大学里面 这一部分的教材 然后再看法相的经典 我就把这个学校里面 这些东西统统失掉 那法相为实里面 入门是百发明门 这是很重要的 一份初学的教科书 但是一定要读读解 在万字续藏里面 百发明门 百发明门 一共有六种读解 六种读解 都非常之好 那么在其次的 就是三十颂 三十颂 古德的读书 也很多 三十颂 也很多 如果有识经 有这个能力 再可以研究 成为实际 如果就 心理学来说呢 这三种就足够用 就能帮助你关机 你在懂得这套方法 你在讲台上表演 自然就能够得心应手 真正达到左右风力 要讲得好 一定还要靠自己的羞耻 自己不能歧如境界 就射不出味道来 你自己清正的境界 说出来 那才有味道 所以一定要自己真正用功夫 真正去修行 金顶 我们今天是取无量寿金 作为一个范本 举一个例子 你一不经会讲了 不不经都会讲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 佛家讲的善巧 善巧到极处 真正是随心所欲 善是不违背规矩 随心所欲 你决定不会违背 你决定不会违背 讲演书跟内典讲座里面 所讲的这些原理原则 这些方法技巧 决定不违背 那叫善了 我们促学了 没有这个功力 但是一定要要求要做到善 不能做到巧 要做到善 善就是守规矩 守规矩没有故事 讲的虽然不好 但是没有毛病 没有毛病就是好 所以如其诗巧而不善呢 不如善而不巧 善而不巧 就是善守规矩 不凡过时 巧而不善 随自己发挥没有规矩 这个就背影过了 这个里面过时就大了 真正做到善巧 是有两个方法 刚才讲的一个 是你自己齐如境界 你自然善巧 你正得了 第二种方法呢 是熟能生巧 你自己 你自己 每一如今 这个境界 每一如今 你都是熟 你说一步今 我过去初学 我要求自己 也劝勉我们同学 一步今 学了之后 要继续不断的讲十遍 为什么呢 不断讲熟 熟能生巧 不熟不行啊 你能讲二十遍三十遍 当然就更好了 要知道 在古时候 有一些大德 一步今 讲两三百遍 一生就讲一步今 你问他别的 他不会 他就讲一步今 那么在我们今天来讲的时候 他变成专家了 一生只讲阿弥陀经 讲几百遍的 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 一个人专门讲普门品 也讲几百遍的 那个人就是活的观音菩萨 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 现前的环境要懂得这个道理 熟透了 不其儒啊 也自自然然其儒 这个就是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啊 后面就有真实的利益 到你一门通了 门门都通了 这一定的道理 你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我什么都学 样样都去读 样样都去解除 结果变成大杂烩 一样都不经 什么都得不到 那就大错太错了 这是现代的教学 跟我们中国古代教学 不相同的地方 就在此地 中国古代教学 都是一门深入 决定不许可 你同时 学好几样东西 老师决定不答应 我过去在台中 跟李炳南老师 就是学教 李老师当时开的科目 开十几个班 他有十几个班 他的学生 你参加哪个班 你就学这一样东西 你想学两样东西 他不教你 他的方法就是 古时候这个理念 一门深入 那么我们学习学金 修学金也只可以学一部 你说我同时学两部 不教你 他就肯定你没有能力 就这么老老实实跟你说 你没有能力 学一样 一样东西学会了 再可以学第二样 他那个学会的标准 是上大作讲经 你别学弥陀经 你要不升大作 把这个经从头的为讲一遍 你这个已经没学会 你就没有资格学第二部 你在大作里面讲过一遍了 你才可以再选第二部进学习 是吧 决定不许可 同时学两部 你决定是不好 所以他这个教学方法跟现代佛学院完全不相同 让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你的这个这个心力精神呢 完全专注在一门上 这个有成就啊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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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